0比3惨败,尽管赛前对于阿丹平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有各种心理准备,但对于这样大比分的势力,惹得多少球迷要去高台哭泣,门将专业送礼,后防专业摆设,中场压根没有,前锋跑动不积极,战术XJBT,后防和前场简直差了一个地球的距离,进攻,防守,斗志,精神,要啥没啥,就这种配合和状态,就算上帝来了也没戏,卡巴列罗失误送礼, 梅西赛不回房,主帅方宝率级的脱掉外套,露出花壁,正所谓露得越多,量得越快据统计,在世界杯小组赛中,这是阿根廷对60年来第一次以如此大的比分输球,他们上一次输给队首三球以上还是在1958年的6月15日,当时他们一笔六输给了杰克斯洛伐克,作为独坛竟旅,阿根廷很少在世界杯上出现惨案,单场丢三球的比赛更是少之又少,有统计显示, 自阿根廷参加世界杯以来,仅出现过四次大比分惨败,讽刺的是,梅西一人便经历了其中的两次,同样是一人carry一支球队,C罗首战西班牙最后的绝平任一球,让人感受到了他身上满满的球声欲,用实力让无数喷子闭了嘴,反观本场梅西几乎都在隐身,作为球队的核心,梅西只有一脚不设圣门, 两次关键传球,全场47次触球,警告过犯下大错的门将卡巴列罗,传球32次,甚至比卡巴列罗还少6次,梅西在场上踢得不兴奋, 从开场那一刻起,愁容便挂在了他的脸上,难道首轮罚丢点球的压力,梅西还没有完全化解,在俱乐部赛场上呼风伴雨的梅西究竟去哪了,这成为了阿根廷球迷最想知道的答案,相信梅西自己也很纳闷,巴尔干半岛的克罗比亚,奏响了一支狂响曲,那是不屈的战歌,那是伟大的英雄颂,昨晚绝对是属于克罗比亚的,恭喜格子军团晋级16强,先来看一波中场双合的数据, 莫德里奇,36次传球,85%成功率,两次关键传球,三次拦截,两次产断,创造一次绝佳机会,12次一对一,成功八次,过人两次,一力进球,拉几地奇,28次传球,76%成功率,一次关键传球,两次拦截,四次产断,17次一对一,成功13次,过人三次,一力进球,摩迪的完美世界波,拉几地奇的绝杀, 世界第一中场不是盖的,顶级双合一人一脚送阿根廷,一人一张机票,摩迪超强世界波头号没推法阿根廷的棺材板,盖上了报国无门铁踢人,公费旅游迪巴拉,两人此时的心情落差踏实天地,此局下来,不是天生要强,而是八成要凉了,阿根廷要想出现的前提,是首先最后一轮必须赢下比赛, 一,若尼日利亚胜冰岛,阿根廷莫伦胜尼日利亚,且保证竞胜球足够,阿根廷将近级16强 二,若尼日利亚平冰岛,莫伦阿根廷胜尼日利亚,冰岛不胜克罗地亚,阿根廷将近级16强 三,若尼日利亚输给冰岛,阿根廷要出现只能寄希望于冰岛最后一轮输给克罗地亚,同时自己最后一轮胜尼日利亚,且自己的竞胜球总数比冰岛多 关于第二种情况,看完这个,阿根廷球迷的心怕是更凉,再看看最近几届世界杯,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魔咒 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对阵双方,至少必有一方会在下一届小组出局,除了02的巴西和德国06双双出现以外,98的法国,10的西班牙都在下一届小组出局 06的意大利和法国十年干脆一起滚蛋了,本届世界杯又名冷门杯,借赌杯,荒的一批杯,天台集合杯 但毕竟在俄罗斯嘛,高纬度,气温低,所以偏冷,一切都没毛病,所以,颤抖吧,低妞狗们